嘿 大家好 我是专注多伦多北部的地产经纪Annie 今天是带我的一个客户 他在房屋交接前我们其中的一个buyer visit 看房 这个客户是我的一个频道的粉丝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个社交媒体能够认识很多的新朋友 同时今天我特别想聊一下是最近的几个案子 都是当天看房 当天下offer 并且当天拿到了这个房子的几个经历 我每次加完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OK 我一定要换乘电车 一定要换乘电车 但是呢 我觉得电车特别开不来 所以终究没有实现 今天这个房其实也蛮有故事的 我们当时在要下offer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谈这栋楼另外一个单元 结果呢 这个单元出来以后 比我们之前看的单元状态更好 楼层更高 所以why not 当时的day zero 马上就谈 当天晚上敲定 所以这栋楼呢也是要看哪一个朝向 所以当时我们就盯着这一个朝向盯了很久 其他的朝向就没有这个特点 所以买任何物业真的一定要买到它独一无二的特点 这样你未来在出售的时候也非常的好卖 Oh no 怎么又下雨了 我订了在Aurora非常有名的意大利餐厅 我特别喜欢坐在它那个patio的位置 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了 瓢泼大雨 我在等客户 那在这呢就跟大家闲聊一下另外一个案子 这个客户呢等他决定要买房的时候 我就当天带他看了一栋房子 想说给他一下warm up 那没有想到他就说我就喜欢这一栋 那天晚上我是安排好了我们家的barbecue party 邀请你到我家barbecue 然后你来的时候的 Annie呢Annie不在 所以是自住行barbecue OK Everything is there 你自己考吧 那天就没有参加 那当天晚上就下offer就和对方经纪谈 我们在看房的时候呢 对方经纪说他们当时有收到offer 其实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客户会觉得说 哇有那么巧吗 他是不是在撒谎 其实绝大多数时候 我觉得这个现金你一定要相信 所以我们也是当天晚上下offer 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有点off guard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准备 对于很多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觉得说我想要验房 但是我又不确定我能不能抢到这个房子 这个时候怎么处理 包括我的这个客户 实际上这已经是他买的第四栋房子 他已经是非常有经验 而且也非常handy的一个homeowner 然后业主 但是他在买的时候 他当时自己有说 我也许可以不要验房 但是我强烈给他的建议就是验房 因为我觉得当时对这个案子 还是心里隐隐约约是有一点把握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验房条件一定要在 但是我们可以验房就放半天的时间 所以在这里面呢 就我们经济和我们自己的验房 熟知的验房师傅 这个中间的时间协调非常关键 那实际上这个案子最终胜出的时候 Listing agent有透露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的验房 我们当天晚上下offer 验房就截止到明天第二天的中午 好 所以几乎就和一个firm offer是一样的 如果业主对他的房屋有信心 没有什么critical重大的问题的话 好 那么买家也安心了 因为他做了一个验房 那么卖家也觉得 哎呦 你交deposit的时间都还没到你验房就做完了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就恰得非常好 那另外一个offer的验房时间 刚到了四天以后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就抢定了 我为什么这么强调验房 因为在很多年以前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看过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里面的业主住的非常的精心 然后呢 园林也打理的非常的好 可是那个房子在验房的时候发现 屋顶有很严重的mode 连业主自己也没有想到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能完全看表面来判断 而且他们当时那个屋顶也才两年新 屋顶换过了 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这个板子下面的这个发霉的问题 所以真的不能光靠理念来判断这个房屋整体的一些情况 包括地下室没有漏水啊 屋顶和地下室是两个重要的板块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争取到验房的条件 这个披萨超薄 同志们这个意大利餐吃完了 太好吃了 我在想每个餐厅都要有自己的镇店之宝 到了这家餐厅 你一定要点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披萨 他们家的披萨是从意大利运过来的面粉 然后特殊的发酵工艺 然后做出来的味道 我们最开始没有太多的期待值 后来我发现这个简直太出彩了 超级好吃 强烈建议大家去点一个啊 我们下期再见